虽然下着雨 但是北区众多里长们一起来到北区区公所前 参加微笑单车北区三站的启用典礼 新竹市U-bike从5月启用以来 目前已经即将突破47万使用人次 市政府期望在年底以前顺利开通30个站点 打通新竹市的城市自行车路网 从我们5月份微笑单车这个U-bike启用到现在 使用人次已经将近47万 可想而知是受到市民 以及从外地来到新竹的这些朋友们的喜爱 那我想公共自行车的建制 它不仅是一种绿色的韵具 不仅做到了节能减碳 我想很重要的是它带给市民朋友 在交通上最后一里路里的一个便捷 那我们现在市政府正启动了一个绿宝石 这个城市绿色狼带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在这个都市丛林当中 来打造我们的森林城市 那现在我们将这些绿色狼带 都透过一个缝补的计划 要把它们串联在一起 那我们有好几个这个U-bike自行车的站点 现在都坐落在这里 那未来我相信 透过U-bike站点的建制 透过这一个绿色狼带的一个串联 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有一个运动休闲的一个好的场域 而且他们可以透过U-bike 很容易从其他的地方来到这里 来享受这个都市丛林当中的 这个六公里的一个绿色狼带 这次北区开通的三个U-bike新站 分别是北区区公所 南亚公园 金国民生路口 希望让公共自行车路网逐渐拓点到全市 更串联起新竹市的绿宝石绿狼带 给民众享受慢活放松的交通方式 很感谢那个交通处 今天在北区提供三个场子的启用典礼 那对这个生活圈的市民百姓 提供了很便捷的载具 尤其去巨城百货 去南亚公园的大轮发 可以到市政府去洽工 可以到远东百货 明治书院 提供了很便利的一个交通工具 希望其他县市的百姓 也可以多来 借由U-bike从火车站 来到我们北区这个生活圈 来消费 找更多的美食 发现更多的美景 目前U-bike已经启用21站 525辆自行车 期望年底完成30站启用后 让民众在步行8到10分钟内 就有一个U-bike站点 大大方便民众出游旅行 以及短程移动的需求 凯破新竹城洛宜宏蔡文琪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